甲乙丙丁物五个人去排成一列 请问任意排列有几种做法 那任意排列的话是不是就是五个人随便排 那是不是就是五阶层 所以就是一百二十种做法 第二小题 甲乙两个人一定要相邻 所以呢他一定要相邻 我就把甲乙两个人绑起来 然后丙丁物 所以我总共可以看乘是几个人 四个人 所以四阶层 但是甲乙绑起来他也可以甲乙或乙架嘛 所以他们两个可以互换位置 所以就在二阶层 所以二十四乘以二 所以就是四十八种 第三小题 甲乙丙三个人完全分开 那他要完全分开的话 就是甲乙丙先滚去旁边 所以我只剩下丁跟物 所以丁跟物两个人去排是不是就是二阶层 然后呢 甲乙丙再插进去 怎么插 因为他必须要分开 所以我就只有这三个位置 所以我只能这三个位置去安排的话 就是批三取三 所以就是二阶层乘上 三二一就是三阶层嘛 三二一 OK所以就是十二种 好再来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第三小题 第四小题 甲乙丙 三个人顺序不变 那怎么办 我就先留三把椅子给你 反正这三把椅子不管怎么排 去哪里排排完以后 我再把甲乙丙三个人放进去 好所以我是不是就等于是 三张空白椅子加上丁物 所以勒 五个东西去排列 但是有三张是空白的椅子 是相同的椅子 所以除以三阶 然后甲乙丙坐进去 有没有得选 没有 甲就一定要坐这里 乙一定要坐这里 丙一定要坐这里 所以就只有一种选择 所以我的答案呢 就是五乘以四 因为三二一除掉了 所以二十种 再来 第五题 甲一定要坐在 乙跟饼的中间 他们好奇怪哦 好 甲一定要坐在 乙跟饼的中间 所以它是不是 等于是要 这样子的顺序 甲坐在 乙跟饼的中间 可是乙跟饼呢 谁坐前 谁坐后 是不是就又不一样 是不是会有这两种情形 因为它只有固定甲而已 乙跟饼 它可以坐前跟后 所以这里会有 二阶层 好 我先写二阶层 来 所以那我们回头看绿色的部分 是不是一样也是 五阶层除以三张 同样的空八乙子 可以哈 好 所以二十 因为这边刚算过了嘛 二十乘以二 所以是四十 最后一题了 甲乙必相邻 必相邻就先绑起来 丙丁一定要分开 所以呢 丙丁待会算 所以来 物先进来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就是有 二阶层 因为甲乙当作是一个人嘛 好 甲乙可以互换 所以在二阶层 再来 考验的 丙丁来了 丙丁说 我不想坐在一起 所以我有几个位置可以选 三个位置可以选 所以三个位置选两 个 有没有 第一个 丙进来 它是有三个选择 它做了以后 丁是不是只剩下两个选择 所以就是批三取二 来 四乘上三乘上二 好 所以这里呢 四乘三乘二的话 就是等于 二十四 所以最后一小题 就是二十四 三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四 五 三十五 三十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